印度军演 三十人跳伞 死伤三十四人 那四个哪儿来的呀 悲情远呗 还能哪儿来的 三十人跳伞 死伤三十四个 怎么做到的呀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2020年 他们在中印边都搞事情 以多打少 让中国打伤七十多人 嗝屁二十多人 一提这事我那么就生气 那次我们也牺牲了四名战士 英国那件事完事 他们还不服 在边界进行炮弹演习 结果炸糖了 煮炮手炸没了 两个副手全进ICU了 是这么个事 一周以后 他们还进行了 榴弹炮演习 结果把一个 印度的军官给崩飞了 人家演习都是废炮弹 他们演习是废炮兵 你们美国人 还有脸说这事 我们的榴弹炮 都是从你们美国买的 后来检查 是你们生产的 炮弹质量不行 他们可不仅仅是废炮兵 他们还废老百姓 陆军军演 炮弹飞引老百姓家去了 当场三个领了盒饭 三个进了ICU 这事可不止一次了 据统计他们军演 被炮弹砸成重伤的老百姓 都不少于十个了 有一个是自找的 军方军演 那个炮弹掉摊家了 但是没爆炸 那个印度大哥 好奇拿锤子砸了一下 然后就看见他太奶奶了 他们被恐怖分子截击 一飞机的人质 飞行员跑了 你敢信 这事我知道 特种部队在路上堵车 堵了一个多小时吗 后来通车了 车台爆了 两个指挥官 一个谈判专家 全崩医院 你们说的是 86年印度截击那个事吗 据说他们等特种部队 整整等了九个多小时 特种部队到了以后 已击毙人质一名了 恐怖分子零伤亡的战绩 傲视全球 这些都是失误 看着吧 我们印度以后 再也不会犯那种错误了 那你们导弹演习 导弹射丢了 也是失误吗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导弹怎么还能射丢呢 导弹射出去了 偏航了 也没爆炸 丢了找不着了 导弹射丢了 阿三 老毛子说这事是真的吗 找着了吗 快找着了 你们不用担心 肯定能找到 肯定能找到 这和你们做邻居 这也太吓人了